娱乐中心陈嘉玲报道经典武侠剧天龙八部创高收市及好口碑 也奠定了港新黄日华在香港一圈的地位 图翻设自微博金庸的武侠剧天龙部 已被两岸翻拍数次有多种版本 从香港的梁人黄日华到大陆的胡军中汉梁再到杨佑宁版 各个有不同 不过最经典的人是黄日华版本 下高收市高口碑 不过似乎魔咒相随 十位演员有九位单身 剧中的女主角们恰如剧中很多 似的情节一样 爱而不得 情感坎坷 至今多未都 未婚 王雨嫣李若同事 未婚经典武侠剧天龙八 女主角王雨嫣由李若同事演 曾有过两段刻骨 新的感情 与富商相恋多年 但两人均未走入婚 电堂 图翻设字微博女主角王雨嫣 痴情与表哥 容赋 却一次次地遭遇了伤害 巨外的李若同感 生活有着同样的经历 在生命最好的时光 喜欢 了香港富商郭英全 不离不弃的陪伴在男友身 十年 可惜有缘无分 青春年华已过 也没有走进 殷的电堂 康民雪梨氏 未婚生子雪梨与吴打明 徐少强相恋 也为他生下一双儿女 但当时两人 在南方还在婚姻关系中交往 因此生儿育女后 未结婚 突翻设字微薄外形妇媚 举手投足之间 散发着成熟的韵味 在剧中善于利用自己的美 行走于不同的男人之间 段正纯 马大远以及后的白视镜 都被他的美貌所迷惑 只可惜遇到了 谢风情的乔峰 演员雪梨14岁出道 合作周润发在 情中出演配角 精湛的演技 以及靓丽的外形 让出道就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 17岁时雪梨 遇到了各改变他一生的男人 拍摄电影羊鬼时 认识了大明星徐少强 雪梨为徐少强生下一个儿子 但时徐仍是人夫 不但被上第三者骂名 也成了单妈妈 阿子刘玉翠是 直恋爱不结婚 饰演阿子的玉翠 长相甜美 不过对婚姻有极大恐惧 至今也 婚 突翻设字微博 剧外的刘玉翠 也把自己的感 生活过成了阿子的样子 面对着男友的求婚 刘翠提出了三个问题 对于婚姻刘玉翠 觉得只是张正书的意义不大 与男友交往27年 依然还没有婚的打算 阿猪刘锦玲是 未婚刘锦玲淡初演艺 后销声匿迹 她于2021年时取得社会工作硕士学位 翻设字微博温婉大访 知书达理 心地善良 吃爱 乔峰一生 为了心爱之人付出自己的生命 据外 刘锦玲又何尝不是如阿猪一样的心地单纯 因不惯演艺圈的勾心斗角 加上身陷刘嘉玲的榜 事件中影响很大 42岁退出了演艺圈 但出演艺圈 刘锦玲 曾任保险员 2021年时取得社会工作硕士学 至今还是没有结婚 和美电清新外表娇小可爱 今年近半百也是未婚状态 图翻设字微博中龄 美田市 一直为嫁游演员和美电演出的钟龄 轻 甜美的外表 娇小可爱的身材 加上淡雅的古装 像 恰如书中走出来的钟龄一样 和美电曾是体 队员多次获得过体操冠军 后因伤病选择退出 十八 时加入TV比演员班 和美电曾经被陈志鹏追求过 但 人并未在一起 如今年近半百的和美电依然还 单身 经常会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生活状态 既营曾与古天乐的一段情轰动香港演艺圈 不 最终分手 也是古天乐唯一对外承认过的女友 翻设字微博梦姑皇既营是 古天乐唯一承认女 1995年古天乐凭借神雕侠侣走红之后 年轻时有过 遇得黑历时也被挖了出来 声势人气顺爹 只有 时的女友黄继营出来帮她澄清 在古天乐消沉 那几年中 黄继营也陪在她身边洗衣做饭 耐心开导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三年后古天乐充实信心 夜逐渐有了起色 而黄继营却已经淡出演艺圈 2001 黄继营与古天乐因结婚理念不合 多年的恋情 分手告终 陈安盈虽未嫁 但有一个相知相守的 有 在一起长达42年之久 图翻设字微博天山同母 安盈氏 与男友同居40多年至今未嫁演员 陈赢出演的角色大多都是一些配角 但也给观众下深刻的印象 戏外的陈安盈有一个男友 感情值很稳定 从一个少女的初恋走到现在已经42年 只没有结婚多打算 男友是圈外人 苏恩慈在港 终是妈妈专业户 坦言抗拒爱情 图翻设字微博 秋水苏恩慈是 抗拒爱情苏恩慈在演艺圈 相当深 1970年代就出道拍戏 如今已经40多年 经常在港剧出演豪门破胎 以及大龄婆婆类角色 有着妈妈 叶护之称 2021年 她接受采访时透露上一次的谈恋 已经是很久的事情了 40岁的时候还幻想猪有浪 的邂逅 如今年龄大了 看着身边朋友婚姻爱情 团糟的时候 坦言抗拒爱情 于慕莲近年来离癌 体相当不好 图翻设字微博 瑞婆婆于慕莲市 83岁 常过恋爱滋味于慕莲市 经常出现在港片的潮 长相并不出众 她表示对爱情有点恐惧 曾经爱过一个男人 当得知这个男人 还有别的女生喜时 自己主动地退出了 如今还是单身 马晶怡出于豪门 在港剧中经常扮演贵妇角色 以离癌去 图翻设字微博软星主 马晶怡是出身豪门的富 千金 在香港TVB拍戏 角色均以配角为主 马晶怡曾婚又离婚 前夫是外国人 她以离癌去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